花蓮市立幼儿园小班小朋友 在9号上午举行了学习成果发表会 这次是以孩子最喜欢的玩具为主题 从古早味的童玩到手作DIV闯关 统统难不倒他们 进入学期尾声 花蓮市立幼儿园小班在9号上午 特别以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为主题 举办了学习成果发表活动 会场中出了班级学习区的 组合建构积木玩具 还有古早味童玩 包括丢沙包套圈圈纸飞机 DIY玩具紫杯监狱和陀螺 另外也设置旧爱换新欢二手玩具区域 现在的孩子就是都有很充裕的支援 但是有时候就忘记珍惜 自己身边拥有的东西 那我们特别透过这样的活动呢 让孩子知道呢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玩具 但如果你不想要它的时候 你也可以让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而不是把它丢掉而已 活动中市长卫嘉燕也前往关心孩子的学习状况 和大家一起闯关同乐 看到每一位孩子的表现 他也竖起大拇指比个赞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所有的老师 那我想在去年九月的时候 孩子们刚进学校的时候 总是哭哭啼啼 那他们现在其实来到学校都非常的开心 都希望说早一点能够来到学校 那我想这是市佑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典范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活动持续办理 家长也能够持续的支持我们 花莲市佑开启玩具博览会 小班学童与家长们合力投入游戏 一关过一关度过欢乐的清智时光 也让家长看见小朋友们 整个学起来的成长 记者许提琴 花莲市报道